DNA检测技术是如何帮助警方 侦破了尘封数十年的凶杀案的呢 这一切我们都要从一个叫做DNA指纹的东西说起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形象 一下子就能够让我们知道 它是每个人独有的特征 就像是指纹一样 而且还避免了跟一些灰色难懂的 化学术语扯上什么关系 显得非常亲民 就像是提到DNA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要再往里面说一点的话 大概很多人的表情就变成了 不过既然你在看我的节目 自然必须要懂得比别人多一点 下面我们就来试着往里面再深入了解一点点 所有的DNA都是由4个化学碱基组成的 至于什么是碱基呢 在这个视频里面你没有必要知道 只需要记住代表它们的4个字母就可以了 ATCG AT和CG两两之间链接在一起形成碱基队 然后大约31个这样的碱基队组合成长链 形成你我身体里面的DNA 这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非常漂亮的双螺旋图了 双螺旋结构的DNA图片看起来相当有意思 但真正有价值的是它背后的编码顺序 也就是无数个ATCG的排列顺序 正是它们的排列顺序决定了你成为你 而不是树上的大猩猩 尽管翻开这样一本写满了 ATGC CTGACC AC TGCC的书 会让你看得云头转向 并让你觉得这些字母之间的顺序 都是随即乱瞧出来的 随即到你不太会相信 我们之间会共享其中的任何一个片段 但事实确实在这些代码当中有99.9% 在全人类中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是自然演化所编码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片段 这些片段我们代代相传 基本上不会发生任何突变 想想也是要是它发生突变了 岂不意味着我们要进化成别的什么物种了 但剩下来的那0.1%就不一样了 它被称为非编码区域 意味着可以随机发挥 这种不受自然干预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于是突变就经常在这发生 而这些突变也非常有意思 很像是一个老师看心情让学生们 罚操单词一样 小明你今天把这个单词给我操30遍 小王今天表现不错 那就操5遍吧 还没没操2遍 在这里单词就是一些基因片段的组合 比如AGAT或者TAGA等等 于是在非编码区域 竟是这些被罚操了很多遍的重复的片段 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正是在这 尽管片段相通 但每个人被罚操的变数是不同的 于是这种被称为短串连重复片段 英文说写STR的东西 就可以成为每个人所独有的生物标记了 就像是指纹一样 帮助警方追寻真凶了 这就是DNA指纹 只要是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STR DNA指纹和犯罪嫌疑人的STR高度吻合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这事就是他干的了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除非我们能够准确的锁定一个较窄的嫌疑人范围 并采集到他们的STR才能够进行比对 这也正是有些案子悬了几十年还未侦破的原因 因为始终没有在嫌疑人当中采集到真正凶手的STR 那怎么办呢 改良技术呗 现在我们使用一种从Y染色体 也就是只有男性身上才有的染色体当中提取出来的STR 进行比对 叫做YSTR检测技术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因为Y染色体传男不传女 所以这上面的STR会被一个家族里面所有的男性成员所遗传 出现在他们各自的DNA指纹里面 如果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YSTR与某个人的YSTR匹配的话 那就说明作案凶手一定是他的某个家族成员 于是警方就可以结合其他线索绘制出一幅有关他的家族谱系图 进而锁定最终的真凶 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庞大的家族关系 所以采用YSTR技术无疑是从点筛选进化到了面打击效率大大提高 正应了那句老话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只不过现在这面网在科技的帮助下越来越不输了 我是火箭术关注让科学更有趣